原来我也说 我活的时候不给孩子添麻烦 死了也不给他添麻烦 通过这次老伴去世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那个他60岁的时候 就班人不随了 班人不随了 然后就一次我就带着他 带着他后来没办法了 16年我就开始到圣权了 就是16年开始到养老院了 对到养老院 我俩一直住到现在 住现在去年的9月19号 老伴突然间就孕和吐 我就带他到农城 到农城我以为他有脑膏了 结果一查你拍片呢 他是肺癌 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了 那我看怎么办呢 我就跟孩子说 孩子说那你马上就带他回来吧 回天津 回天津吧 我说回天津怎么办 我们去养老院还是我们去医院 我们在家 我说这几件事我都没 我都不敢想 不敢想 因为到养老院吧 一般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收了 收了他也就等死在那 后来呢 我一想我说我不回去了 就在这吧 帮我怎么说 还有我这个 这个护理员呢 帮我们 后来到了3月1号 今年的3月1号 我实在乘不住 我实在乘不住 我的颈椎 脊椎 腰椎全坏了 我走路都也挺困难的 我想怎么办呢 我就跟院里商量 我说我能不能去特户 特户 到特户我们是怎么个服务 然后回院里说 没有问题 结果3月1号的下午 我就给他送去了 订了一个单件 订了一个单件 然后就他住进去了 住进去以后的这个 他每一栋一下 都得两个护理员 两个护理员搬他 他虽然有病瘦了吧 但是他下面还就有160 他个儿也高了 所以呢 就是他们就 护理员就说 真没想到 我说阿姨你自己弄他 我说是呢 我说实在受不了 你怎么可能弄得了他呀 我们都得 我们那么年轻 我们就两个人 有时三个人 就是您当时那个费用的话是 就是自己 他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对 1900 1900的房间费 房间对 然后那个护理费呢 是3500 3500 不包括吃饭 不包括吃饭 但是其余的都管 穿医生啊 每天泡脚 洗澡 什么刮胡子 做卫生 都管 还有那个大小便 什么的 全管 1900 加 3500 5400 对 再加上吃饭 也6000多吧 差不多 对 6000多 差不多 但是我还需要买的 就一些 穿用品 他的 割尿垫 这些 这些用品 别得买吗 反正有时候 费的时候 一天几十块钱 但是就不让他受罪吧 你想您之前 您是 现在住养老院 也是住了 好几年了 对 就是有没有想过 哪一天会去特护啊 什么的 没有 绝对没有想到 因为我跟你说 我特护去我没去过 没去过 当时我那边的特护在六楼 我住五号楼 他在六号楼 我在五号楼 我都没去过 因为 我真的不想看 也不忍心看那些人 我真的 我也是 就是说 那个 从心里上 你接受不了 那个 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 我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也没想到 最后我能把老伴送去 我也是没想到 我觉得我一个人能行 我觉得我一个人能行 就最后我也夸了 但是我呢 跟你想跟你说的什么 就是说 这次 通过这次老伴 去试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 是我没想到的 到了十二号的上午 就不带好 不带好 我也不懂啊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不好啊 我也不懂 然后护理员就找我 说 阿姨你 这个大叔这样 你有准备 我说准备什么 我说他们说 哎呀 得去什么什么地方 得买什么什么地方 结果护理员就跟我说 阿姨你自己有吗 我说没有 就你过来看看 然后就在他隔几个房间 隔几个房间 我就去 去个人望看 我一看什么都有 就他那一个 一个大的那个包装袋 打开拉锁一打开 就所有的用品都在里面 我这说着呢 这是榴莲就跑来 就喊我 说这也拿过来 拿过来 输入不好了 到那儿 你想我们一点二 他一点二十五宴的气 嗯 然后我们自然外 不维合的随着 现在就是 就存在农城殡仪馆 殡仪馆 对 我们当时孩子也来不了 你说我们怎么办 后来那个 然后呢 后来跟孩子 跟我说 我孩子说这样吧 等到明年的清明节 明年的清明节 那个看怎么处理 我的意思就是大海 有海藏吗 嗯 我有海藏吗 当我们的天井就有海藏 每年清明年都会 进入海藏 我看到呢 他们说 喂海也有 喂海也有 到时候就海藏 原来我也说 我活着的时候 不给孩子 添麻烦 我们死了也 不给他添麻烦 我们也不会 埋根目的 需要怎么样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 哎 人没有了就没有了 你说呢 当我觉得 就是通过我这一段经历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在家里 我这是根本就 不可能我一个人 能解决的事 我已经 我已经背负16年了 16年你知道 我怎么熬过来 我也 我也是 你一直都 我也不是很好 这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你要想吧 就是 哎呀 嗯 我当然了 就再困难的时候 咱演员带着他 但是你说 得了这种不知之症了 我又能怎么样 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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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要跟他走吧 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还是 我孩子说呢 那我爸走了 那你不回了 孩子意思说 原来你为了他 你住养老院 现在 那他走了 你自己在养老院住了吗 我觉得我还应该在这 我没想到 因为在这 有那么多的同龄人 我们可以在一起 聊天 在一起 就是说 我们有 我们家也挺大的 我有时候就叫我姐朋友 过来去餐 我觉得这种生活吧 就是在老年 我没有太多的 想法了 你说 你还去逛街吗 你还去 去怎么怎么样吗 我觉得 不太需要了吧 现在需要 就是大家 就是 大家抱团养老 我认为这是 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这样 我觉得 活人总不能跟死人 一块走吧 是两 两口 总有一个 先走 一个后走 对 对吧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呢 就是 已经不错了 对吧 我已经觉得挺知足了 我已经七十一了 那个 我觉得 反正 对 调整好心态 对 我不能 我不能那个 再垮了 你说 对对 你要是再垮了的话 它是对孩子来 对呀 你说的孩子怎么办 对吧 这么老远 我就回去了 他不上班了 还能天天照顾你吗 不现实 对吧 所以我想 就是我说这段的 就是我说的意思 我在老伴去世 最困难的时候 我在这里过 我在这里度过 我觉得 我很幸运 大家好 我是小徐 我现在在虎山 这个盛泉幸福家园 在这个公寓里呢 助理一位香港的阿姨 她就住在这栋楼 阿姨好啊 你好你好 小徐 你要回香港啊 不是不住 哎呀 这个地方太好了 我真是舍不得 这个地方 您坐 我的经济状态 身体状况 都比以前 我有鼻动炎 我来到这鼻动炎 一点都没事了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 当时您是为什么从香港 然后跑到这个荣城 山洞这边来养老 我在香港 您坐坐坐 将近三十年 退休了 退休我就回到深圳生活 因为深圳我们有房子嘛 那么深圳呢 也是不错的一个城市 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人 社区里的老年生活 没有我们这个湖山 没有我们的剩前好 我就在网上关注到这里以后 我就一直想来看看 结果去年就来了 来了以后我就 治养院啊 石岛啊 我都住了 我选来选去 我还选住这个湖山 为什么选湖山呢 湖山这里空气好 空气特别好 还有水也好 我这个人是不太爱喝水这个人 我现在来到这里 我咕噜咕噜 一天一暖呼水 我都不够喝 我要多喝点水 这里的水相当好 我是香港的医保 香港是免费医疗啊 是没办法转到这里来的 所以说将来以后 我如果在这里 中饶的话 还是这个问题吧 以后如果有了病痛啊 重大疾病的时候 看来还得回去香港医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解决不了 那假如您是大陆的话 大陆的医保的话就好了 大陆的医保我绝对不买 这房子我太舍不得了 我这么好的户型 你说40年的使用权 居住权啊 嗯 你知道吗 在牛带服务 这里多好 这些小护理员太好 您当时来的时候 那个孩子同意您 跑这么远的 我来的时候是抱着 来旅游 来实地考察一下的心态 没想到我来到这里 我就不想走了 我就爱上这里了 那你跟孩子怎么说呢 孩子同意吗 孩子们同意 我想干什么 孩子们不反对我 孩子们同意 然后我就住下来了 我不再住下来了 我没带衣服啊 后来孩子说 哎呀你要拿件衣服 我给你寄回去 或者你在网上再买 我说你给我寄点来吧 多少寄几件衣服 就这样 一直就住到去年的 11月份才回去 现在这个房子还有几年 这个房子现在还有37年的使用 37年 看看这个房子 你看看 看看你这个屋 这都我自己布置的 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生活还是很有情调的 这是客厅 对这是客厅 客厅 电视柜 这边是沙发 这还有一个柜子 阳台 您平时坐在阳台这儿 喝喝茶挺好 喝喝咖啡 喝喝茶 在门口 有时候坐在这里看看书 有时候坐在那个位置 写写东西看看书 这是卧室 两张床 我们这个床最好啊 床底下都有四大重体的 两张床大的重体 两张床 可以住两个人 老两口可以住 您睡这个床是不是 对对对 我睡这张床 这个衣柜 两个衣柜 足够用的 哎呦 卫生间你还加了个拉帘 拉帘是 我倒着那个洗澡 洗衣机 我怕打湿了洗衣机 我买了个前铺上的洗衣机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 对 出房 出房我也加柜子 平时都是您自己坐着吃 不去餐厅 没时间做饭 我就去食堂吃了 如果今天排练节目或上课 我没时间做 我就食堂吃了 嗯 这样 菜 帮帮忙 你给我 什么菜 哎呀菜老师天啊 你要 茄子 茄子 我冰箱里都塞不下 太多了 你不要给你给我拿 我真的不要 我已经塞得满了 来不 那我拿走 你就走啊 走了走了 拜拜 他们给我修了地板 你感觉你胖了 茄子 你胖了 定计 我们今天这种 拿了一盘子到楼上 小楼 我一下子吃光了 好吃 谢谢啊 好 那我先走了 有到时候有合适的联系您 嗯 嗯